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8月17号 星期二 拜登在昨天8月16号在白宫发表了关于阿富汗的主题演讲 专门讲阿富汗这个事情 阿富汗这个事情在全世界来讲 对美国的这种脸面 声誉 信誉造成了沉痛的打击 不管是在欧洲 是在亚洲 是在任何地方 不管是美国的盟友 还是算是美国的这些敌人们 全部盟友们是亲者痛 仇者快 可能盟友们就是说真的是痛心疾首 敌人们看到之后 简直就是一种笑话 嗤之以鼻 然后拜登昨天就发表了关于阿富汗的主题演讲 来解释了这个情况 给自己脸上贴金 整个的演讲让人看起来就是令人羞耻的 真的是一种耻辱 我觉得到目前一直几乎可以说是美国有史以来 最令人感受到耻辱的一个总统 他这么说 他说开始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正确的决定 美国一直的使命就是反恐 阿富汗不对塔利班发起抵抗 那么美国即使再多驻军20年 也不会对局势有任何的改变 我觉得就是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不是否定这一点 而是怎么撤军 你应该撤的就是说更加的稳妥一些 稳定一些 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子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就拜登使用的这种撤军方法 实际上极大的摧毁了阿富汗的军队 这个要说起来就非常的复杂 我一会儿会专专门录一期 我给你讲讲就是说为什么说 就是说阿富汗政府军最后溃步成军 完全全是拜登一手造成的 好吧 这一会儿咱们再说 拜登说 说美国国家安全团队 以他本人一直在密切关注阿富汗当地的局势 并迅速采取行动 执行为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而制定的计划 包括就现在看到的阿富汗军队 溃步成军的这种东西 也提前预计到了 这个就是鬼扯 不要脸 臭不要脸 真的是纯鬼扯 六个星期之前 上个月拜登还说 保证说阿富汗政府和阿富汗政府军 绝对能够掌控局势 阿富汗政府和政府军绝对不会崩溃 这是一个月前拜登说的 然后现在他说这种话 而且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 拜登还怎么好意思呢 真是做了40年的政客 就练出来 左脸皮贴在右脸上 这边不要脸 这边二皮脸 这真的是老牌政客才能练出来 真的是睁着眼 就是说瞎话 拜登说 20年前我们带着明确的目标进入阿富汗 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抓住那些2001年9月11号袭击我们的人 就是基地组织 并且确保基地组织不能利用阿富汗作为基地 再次袭击我们 我们做到这一点 我们成功了 丢人不丢人 说这个 说我们在阿富汗取得了成功 他说我们严重削弱了基地组织和阿富汗的实力 我们从未放弃对比拉登的抓捕 而且我们抓住了他 不是他抓的 奥巴马时期抓的 他说 拜登说 他说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我们在阿富汗的任务 本来就不应该是要建设这个国家 我们本来也不是去阿富汗搞国家建设的 从来不应该是一个 就是这个目标 从来都不是创造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民主国家 你不要搞他们民主联盟吗 你不建设民主国家 然后你在阿富汗建立了一个 由塔利班控制的一个宗教制的独裁国家 我真服了 天天在那喊 民主必然战胜独裁 说我要搞民主联盟 来对抗中国俄罗斯 然后你自己亲手葬送了一个民主国家 然后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独裁的 而且一个真的就是阿富汗塔利班统治下这个国家 还不如中国俄罗斯了 他说 拜登说 我们在阿富汗的唯一重要的国家利益 今天仍然是一如既往的 就一如既往来讲 我们阿富汗唯一就只有一个国家利益 就对美国有利 就是防止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 在这里可以说拜登就彻底否定了 美国一直宣扬要帮助阿富汗建设一个 现代化民主国家的承诺 彻底底的回调了 就是说以美国为中心的国家现实主义 就当年美国到了阿富汗去打仗 彻底的侵略别人国家 那个时候美国说 我们不是要搞侵略和入侵 我们到了阿富汗 只要帮助阿富汗建设一个现代化民主的国家 彻底的结束 这种塔利班他们这种神学的这种统治 结果现在又完了 彻底否则 完全不要了 当年就是入侵 就是侵略 我们现在就撤了 我们打完 我们就撤了 我们任务达成了 拜登说 我坚定的支持了 我的决定 真让人恶心 令人感到羞 我不知道拜登怎么能够感觉到不羞耻 这40年的政客没摆练 真的是没摆练 2288的这会脸都红了 拜登脸不红心不跳 他说 经过20年的时间 我深刻的认识到 从来没有一个撤出美国军队的好时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仍然在那里 我们清楚的知道风险的存在 我们为每一个突发事件做了计划 但是结果乱成一锅粥 现在全网在删视频 昨天我本来想给你发 就是说他们要上美国飞机 然后不让上 他们不要在飞机上 都要摔来摔死 全网在删 美国现在全网在删 不让你看 不让你看到这个 白左媒体在帮着拜登在擦屁股 他说 我总是向美国人民承诺 我将向你们坦白 他说事实是 这确实比我们预期的要快 也承认了 说阿富汗领导人放弃了 不怪我们 逃离了这个国家 阿富汗军队崩溃了 根本就没有尝试去战斗 过去一周的情况 更说明了 现在从阿富汗撤军 是正确的决定 把所有责任推给了阿富汗 政府 阿富汗领导人 阿富汗军队 一会儿我们专门录一期后 讲讲到底是谁的责任 好不好 现在甩锅 昨天中国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 吴谦还说 说美国一向就甩锅大王 从来都是把责任甩给别人 果然马上开始甩锅 全部 而且我说了实在的 你甩给谁不行 阿富汗领导人 阿富汗政府 阿富汗军队 完完全全就是你的附中 你在那儿跟殖民地差不多 那就一殖民地政府 对不对 完完全全都是你的附中 你说一 他不说二 你说东 他不说西的 从那外跟着你走 你把责任推给他 你好意思吗 一个老爷们出去偷了东西 然后被人抓住了 然后指着旁边 自己的三岁的儿子说 都怪他 他让我偷的 你丢人 他妈不丢人 拜登 你怎么好意思的 推给 你哪怕你推给欧盟也行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点 你跟谁商量了 对不对 昨天我们也说了 英国德国都在指责你 你的这种迅速撤军 你跟欧盟商量了吗 你跟德国商量了吗 你跟英国商量了吗 对不对 德国都说 说你现在搞也搞去 你美国还是这样 就是你美国说的算 你根本就没跟我们商量 你这样的会引起大量的难民 会融入欧洲的 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灾难 对不对 你都没跟欧洲商量 也没跟欧盟商量 也没跟德国 跟英国都没商量 你跟阿富汗商量了 你他妈逗我吧 我是傻子 我能相信你这种鬼话 都推给阿富汗 真不要脸 他说美国军队不能 也不应该在阿富汗部队 不愿意为自己打仗的 战斗当中 让美国人去作战和牺牲 我们花费了超过一万亿美元 我们训练和装备的一支 约三十万兵力的阿富汗的军队 这个是胡扯 一会儿都跟你说 拜登一直说三十万 三十万 狗屁根本就没有三十万 拜登严重的猪肉猪水 猪肉 根本就没有三十万 是拜登在那吹牛逼 说三十万 这就是 说是在阿富汗建立了三十万的 这些现代化部队 实际上都是找国会要钱 大量的钱都给了美国承报商 一会儿我跟你讲讲 拜登到底怎么把阿富汗部队 弄成了如此的溃不成军 其实拜登要不训练 他们让他们自己搞 没准还能打一打的 他说阿富汗军队 荣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装备 这支部队的规模 比我们许多北约盟国的军队都要大 我们给他们提供了 他们可能需要的所有的工具 我们支付他们的公司 为他们的空军提供维护 这是塔利班所没有的 塔利班根本就没有空军 我们提供了近距离的空中支援 我们给了他们一切机会 来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 我们不能提供给他们的 是为未来而战的意愿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完全是放屁 完全是放屁 拜登还说 说阿富汗政府和政府军 如果现在不能够对塔利班 进行任何真正的抵抗 那么我们再待一年 再待两年 再待五年或二十年 美国军队在那里驻军 都不能起到任何作用 这是什么放屁 真的是放屁 一会儿我好好给你讲一期 好不好 他说阿富汗的政治领导者 无法为他们人民的利益 走到一起 无法在关键时刻 为他们国家的未来进行谈判 这是放屁 美国跟塔利班谈判的时候 把阿富汗政府排入在外了 这简直是的 然后把所有的锅都摔给阿富汗政府 整个阿富汗政局现在 所有的一切的乱源责任 都推到阿富汗政府和政府军事上 真不要脸 拜登真不要脸 你一个堂堂的美国总统 你拥有如此多的军事资源 还有人力物力 然后你最后把你自己的万万全全失败 竟然推给 推给一个 就是说真的 阿富汗政府就跟你养了一狗一样 知道吗 那真的就是你的一个 附中的一个机构 都推给他们 真的都真的推给你那三岁的 不会说话的儿子 他说当美国军队留在阿富汗 为他们承担战斗的重振时候 阿富汗永远都不会保护自己 而我们真正的敌人 中国和俄罗斯 最希望的就是美国继续将数十亿美元的资源 和注意力无限期的投入到阿富汗 所以就现在就 拜登又承认了 说从阿富汗撤军 主要是为了对抗的中国和俄罗斯 就这么个意思 拜登还表示 美国将继续支持阿富汗人民 这是放屁 不但没有 美国现在蓄意要托华整个阿富汗的经济 他根本就没有在帮助阿富汗人民 一会儿这个我也跟你录一期说说 说美国要以外交国际影响力和人道主义援助 来领导继续推动区域外交和参与 以防止暴力和不稳定 然后最恶心的一句话来了 拜登说 说人权必须是我们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 而不是边缘 这最让人恶心的一句话 一会儿我给你录两期 一个就是说 拜登怎么把阿富汗的正规军全部摧毁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拜登怎么要摧毁整个阿富汗的经济 让阿富汗人民民不聊生 我觉得拜登这么做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要迅速的让阿富汗政府军的挖掘 让塔利班人进来 让阿富汗整个就是说民不聊生 然后让所有的阿富汗人恨美国 觉得这一切的灾难都是美国人带来的 然后迅速的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恐怖基地组织 然后开始的滋生的这些恐怖分子 我跟你说 我现在越来越看越像有深层政府 有利益集团在背后 越来越看越像共济会 我昨天我就说 我们讲过这个共济会和深层政府 后来我翻了翻 以前有 有我可能是题目写的有问题 没说清楚 我把那题目给你说清楚了 一个讲的是共济会 一个讲的是深层政府 我一会把这两个视频的连接 搁在我视频下方 想知道深层政府和共济会的去看看 其中有一个 以前是会员视频 后来我解封了 但是解封了之后 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好吧 那两个一会 我把链接勾在这 我老婆也提醒我一下 好吧 拜登说 说美国正在扩大的难民种类 对于为何不早点开始疏散阿富汗难民 拜登说 说因为阿富汗人不想早点离开 说阿富汗人仍然对他们的国家充满了希望 然后机场上有追 说追着美国飞机 说美国人开枪了 说美国军队开枪了 打死人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有人从飞机上掉下来 这个是有视频 说美军开枪 这个我没看到视频 然后拜登 那就说 拜登说 还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阿富汗政府 说阿富汗政府阻止美国 不鼓励美国组织大规模的撤离 说避免引发信任危机 如果你组织大规模的撤离 会让人觉得阿富汗政府完了 不值得信任了 要崩溃了 还是把责任都推给阿富汗人民和阿富汗政府 拜登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事件 可悲的证明 再多的军事力量 也无法提供一个稳定统一安全的阿富汗 阿富汗在历史上被称为帝国的墓地 俄罗斯人当年在那儿也是彻头彻底的失败 昨天俄罗斯那儿也承认了 但是俄罗斯说 说我们失败 我们撤了之后 三年我们支持了政府才垮台 对不对 你来了一个月 一个星期不到 三天就垮台了 对不对 就是你比我们还扯淡 拜登说 说现在的事情 可能发生在五年前或十五年之后 说反正还是都是阿富汗不好 阿富汗就是帝国的墓地 谁去了都不行 不能怪美国 不能怪我 不能怪政府 也不能怪俄罗斯 都是怪阿富汗人不好 阿富汗这个地方不好 阿富汗人有问题 就是彻头 就是对阿富汗人的那种彻底的那种污蔑 瞧不起 就那种白人的傲慢 你知道吗 然后对人家的那种恶意的重伤 就是你们就是服不起的阿倒 我在那待多久也没有 你们自己不自强 不自利 不自爱 不自尊 都是你们的错 其实翻译过来就这个意思 真的 那种来自那种白人的那种 就几十年的那种建立体来 那种对这种殖民地的这种傲慢和瞧不起 这种鄙视 知道吗 这种鄙夷 你知道吗 就是天天的还白左 讲政治正确 你能看得出来 你能从他的字语行间看到他那种高傲的傲慢吗 那种对其他种族的 对中东的那些人的瞧不起 根深蒂固的瞧不起 所以呢 就这种人讲跟你讲什么种族平等 什么拒绝歧视 然后给那个黑人下跪 都是装的 都是假的 这种不要脸的四十年的这种老老婆政客 知道吗 就真的别提了 然后呢 拜登最后表示啊 说我是一个荣誉承担的 吹嘘自己啊 说我不会把阿范的责任再留给第五任总统 不会误导美国人民 他说呢 我不会逃避美国今天的处境 以及必须向前迈进的责任 我是美利坚共和国的总统 责任由我承担 标榜自己伟大的政治品德和承担精神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好意思 美国匹兹堡大学啊 他的演讲就差不多到这了 我又不说了 我说说别人的评论啊 美国匹兹堡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者 詹尼弗说 说拜登的这篇演讲 被舆论普遍认为呢 是怪责呢 所有人除了拜登自己 就我做的最对 别人都不对啊 詹尼弗自己都承认 他说我是一个民主党的认同者 他就支持民主党的啊 但是拜登的演讲 令我感到了震惊和气愤啊 他呢批评拜登 说拜登的拒绝承认 目前在阿富汗发生的巨大 巨大的这种人道主义的危机啊 而且呢在阿富汗 人民设想方面 显得了颇为的不人道啊 说拜登表露出了 对阿富汗人的那种深刻的鄙视 而我无法理解 他哪来的这么大的乔布席和鄙视 把所有的都能推给人家 说美国在那待20年也没用 他们就是一帮烂人烂地方 知道吗 扶不起的阿斗 烂泥扶不上墙 谁俩也没戏 帝国的坟场 知道吗 我在那15年也没戏 在这20年也没戏 他们就应该就在那儿 就是自生自灭 其实就这意思 真的 就是詹吉福说的 就是深度的那种鄙视和瞧不起 深入骨髓的那种东西 CNN看出评论文章啊 批评拜登啊 是美国退役中向的Jason写的啊 他说阿富汗的局势崩盘 并非早已注定 是完完全全是拜登故意离弃 所导致的 连CNN都这么说 CNN另外一个主持人 Jack Tabor斥责拜登的做法 那是虚无主义的政治的换脸术 他说拜登昨天的演说 全部呢都是在指责别人 尤其呢是阿富汗人 拜登并没有承担任何 我们这些天来 在电视上看到的阿富汗 这种灾难性撤军的责任 他一点责任都不承担 全是别人的错 而且还标榜自己 不要脸 至极 真的是令人羞耻 真的没有 在美国历史上 没有见过这么令人感到羞耻的总统 最丢脸的总统 真的是没有质疑 这一线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